那么呃在我们的业务指标科学当中 首先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在大家了解了搭建业务指标体系的重要性以及意义之后 呃接下来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 就是对于互联网的指标体系 呃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储备 呃那么有这个知识储备并不是说 呃这个东西可以在以后所有的业务场景当中 呃我列出来这指标就一定可以全部都用得上 因为业务场景是非常多变的 大家肯定是需要去构建一些更加具体更加多变指标的 但是AARR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框架呃回答的框架 因为你基本上所有的想出来指标都可以归到这个五个呃指标 就五大类指标的某一项下 所以大家在此之前需要先把这个东西牢记于心 这样的话在以后达这种指标类问题的时候 哪怕你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反映出来 我具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指标 我具体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AARR可以先帮助你呃先有一个框架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再去运行不断的优化 那么呃 AARR这五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拉芯 acquisition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视频当中有强调关于拉芯的一个初级漏斗 同时在呃我们进行拉芯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成本 那么关于计算拉芯或个成本里面的 CPM CPC以及CPA三种主要的成本计算方式 大家应该有一个呃大家应该呃有一个了解 并且知道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的 并且对于呃用户产生呃对于这个广告展现之后 包括用户的行为他们的计费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关于拉芯部分 其次呢我们把用户拉过来之后 肯定是希望用户能够有一定的活跃 所以接下来就是关于activation也就是用户活跃的部分 那么在用户活跃的部分 我大致把它分为三类 一类是活跃用户 那么这个活跃用户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DAU MAU WAU这些和用户活跃数量 相关直接相关这些指标 接下来呢 我列出的第二个部分是活跃的时长 呃那么这个时长其实可以做若干个方向的延伸 比如说停留的总时长 登陆的总时长 人均时长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归在时长里面的 因为用户对于一个产品使用的时长 就反映了他能够对于这个产品所探索的一个深度 所以时长是第二模块 第三个模块的话就是启动次数 呃 他也是一个能够反映用户活跃行为的一大类的指标 那么接下来若干的小的指标 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三个里面不断去挑选出一些 呃东西进行一些辨识或者一些组合等等 去回答用户活跃程度怎么样 这样一个问题 呃 那么在用户活跃之后啊 他探索了我们这个产品内的一些核心的功能或者核心的价值之后 我们就希望把用户能够留存下来 所以留存呢是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么在留存里面主要有两大类模块 首先第一大类模块就是呃 比如说像用户的次流 三流五流 他们是怎么计算的 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那么这个也是和用户留存直接相关的一些指标 其次由用户留存所引申出来的第二个指标呢 就是用户的生命周期 呃 那么我不知道有些呃 我不知道同学们在看那个呃 留存用户生命周期计算的时候呃 有没有一些疑问 当然我在视频里面其实都已经把可能产生疑问说了一下 包括用户生命周期为什么是等于留存率的相加来说了出来 但是呃 呃我这两天在看然后也有同学一起跟我说到 我关于用户生命周期计算 因为我们知道呃这个呃 我这边用一下这个笔啊 就是用户的留存曲线 其实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呃比较常见的用户留存的曲线 呃我在讲解过程当中会说 这个用户生命周期是用一加上呃留存率一直加下去 加到N流存率得到的用户生命周期的计算 其实对应到这个图上的用户生命周期就等于这个曲线下方的这一部分的面积 这个是另一个对于用户生命周期计算的方式 那么呃如果是微积分学的比较好的同学其实应该知道这部分应该是用定积定积分的方法来计算 但是我们我们在这边不把这个问题说了这么的数学呃对应到业务上面来说的话 大家通过这个留存率的相加去计算得到用户生命周期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在用户流存下来之后呃下一个步骤其实我们就会去帮我们所有的这些用户流量进行一个转化和变现 那么在转化和变现或者说是这个产生的收入这一部分我把它分为三类 首先第一类的话是交易类的指标 所谓交易类的指标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平台呃或者通过这个流量会产生一些直接的金钱成交或者金钱交易 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呃一个最为核心的指标呢就是GMV 因为它是最为呃直观的就是代表收入这样一个指标 所以这个里面的重点就在于对于GMV公司这样一个拆解 这也是很多公司考察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对于GMV变动问题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方法的根源其实就来自于对于GMV的拆解 接下来呢在交易类指标当中还提到了ARPU和ARPPU两个指标 也就是呃 这两个指标的区别其实就在于一个研究的是整体的用户另外一个研究的是付费的用户 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大家要计算是这两个指标的计算方法 以及他们在定义上的一个区别和侧重点 那么这些东西在视频当中也有讲 呃接下来呢就是社区类的指标 那么社区的指标这个它和交易类的指标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 它没有去非常显性的关注带来的直接金钱上成交 而是更深层次的去关注呃内容够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平台所构造的一个内容社区所产生的价值 因为现在很多的呃互联网的APP他们不仅仅是呃只是在做一个产品 他们希望就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去使用会员互联网产品的时候 也不仅仅只是去使用他其中的某项功能 所以这个产品所能营造的一个社区 比如说大家通过这个产品进行一些互动 进行一些社交等等 这都是构造内容社区的一部分 那么关于这个内容社区产生的价值呃 其实我在这个视频当中也有提到我们具体去关注的就有呃这个呃 内容生这个生成的用户数呃生成 生成内容的比例 然后互动用互动的比例 还有这个生成内容的价值等等 那么关于这个其中具体的这些指标的计算方式 以及呃我们对于内容社区内容生态怎么去定义的 在视频当中也有提到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呃最后一类呢就是企业来的指标 那么这类指标指的更多的是用户体验某项功能所来所能带来的一个价值转化 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就是关于用户生命周期价值 也就是LTV的计算方式 那么关于LTV计算的话 其实他的难 其实他本身的计算方计算公式是等于LT乘上LPU的 那么他的难点其实还是来自于用户生命周期的一个理解和计算 所以这个是在收入部分呃 大家可以分成这三三个模块去了解这其中的指标 那么最后一个模块呢就是refer 也就是一个APP或者是一个互联网互联网产品的传播和裂变 那么在这个其中呃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指标 一个是病毒科因子一个是传播周期 然后在这个里面想提的一点就是对于病毒科因子的一个计算 这个计算公式当中有一点是呃 我在那个视频和科技当中提到的是发出邀请的数量呃 这个的话有一位同学后来在跟我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也提醒到我了 就是准确来说这个发出邀请数量应该是每个用户发出的邀请数量 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是要去计算病毒科因子的话 应该是在计算公式当中采用的是每个用户发出邀请的数量 ok这个是关于指标题这一块想跟大家去强调的点 ok 呃大家现在能应该能看得清我这个因为我没有把它全屏播放 应该可以看得清我这个PPT上的内容吧 我把它再稍微放大一点 ok 然后在了解了这个互联网的指标体系之后 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AAR它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去进行排列的 其实它也体现了我们所有的指标在构建上的一个逻辑 我们先把用户呃拉进来拉进来之后 希望用户持续不断的火焰 呃更加有深度的去探究去体验我们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体验之后喜欢我们的功能喜欢我们的产品留存下来 留存完之后呃接下来就是一个价值交换的环节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部分用户身上去获取价值 获取收入 然后最后呢再希望用户去把我们的这样一个APP或者产品传播开来 所以AAR它本来在通过它的排列顺序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内部存在一些逻辑关系 这些快乐的大家都跟其他製造完've 来